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 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希望大家把签到两次 大家评上 我从开播到现在 有很多朋友就是想了解 怎么用手机去拍照 因为我说了很多关于拍摄的小技巧 就是还要调色的小技巧等等 大家会很好奇 如果只用手机的话 拍出来的效果又会怎么样 那其实说实话 我并不是一个爱用手机拍摄视频的人 就是偶尔我会用手机拍照了 拍视频很少很少 但是既然有这个需求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做一期 我其实我也好奇 这个手机如果真的是好好拍 到底能拍出什么样效果 那这一期节目的话 我会先跟大家看一个样片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去拍摄的 啊 我会有个人的蜜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器材 首先你需要有一台手机 这是必须的 那当然也是必须是 就是大概拍摄像素或者是有4K或者是要最低1080p的这类型的手机 那你先要有一台 那其次的话我会给大家推荐几个配件 就大家在片子中看到了有一些镜头 那首先的话三脚架你是必须要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型三脚架 那我会跟大家推荐的一个牌子就是优兰子这个牌子 就如果是玩摄影的朋友肯定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牌子 优兰子国产这个品牌 然后他做的三脚架的话是碳纤维管的这样一个设计 就很轻 就你比如说走到哪的话都很容易携带的这样一个三脚架 那另外的话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要注意的光影 那因为手机毕竟不能去调节比如说光圈 或者是快门速度 这一类型的东西 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拍摄的时机都找在早上或者是下午 就是有阳光 有这种夕阳或者是朝霞的这种画面的感觉 这样的话对比度会比较强烈 而且颜色的话会给人更有怎么讲 高级一点的电影感 那其次的话 我会推荐大家再购买一些小配件来辅助你的拍摄 就大家在片子中看到有一些镜头 就是会有这种我们叫做Lens flare 就是有这种光影效果 会看到光的光影被拉长的这种蓝色效果就更有电影感 那那个是什么呢 那同样 就其实我买了很多幽兰子的东西 那我也推荐给大家用 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说过 那个Animorphia Lens 就是这个电影变宽的这个变形镜头 那它对于你拍摄的话 用手机拍摄的话 就会给到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的视频有别于其他人的视频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你拍出来的画面是电影的那种画面 就是但是最后后期处理 你需要把画面稍微拉长一点 因为它会往里缩 做到一个变形的效果 同时给到你的这个光影效果是被拉伸的这种感觉 那这样拍出来的画质的话 或者是这种感觉的话会更好一些 那最后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晚上你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就是夜间拍摄的话 手机的感光元件比较小 那所以的话你会用到一个小补光灯 那用这个补光灯的话 你去拍摄一些 就是夜间的镜头 会给到一些更好的一种光影的效果 那同样你也可以在这个优兰子的 它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去找到这些所有的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你 用手机出去旅行拍摄的话 有了这三样东西 一个变形镜头 一个补光灯 再加一个三脚架就足够了 那这样拍出来的效果的话一定是还是不错的 那最后的话还是有一点小建议 就是大家可能看过之前 关于如何去拍旅行视频的这个节目 我会建议大家就在拍摄之前 先想好一个主体的一个构思 就是你今天需要拍 或者是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不要盲目目的的去拍 就是你其实今天的拍 做一些拍摄你是需要有一个目的性的 就是你的主题是什么 确定好之后 然后先找好音乐 再去做一个拍摄 这样的来的结果可能会比你随意去剪辑 然后配个随便配个月 这样来的效果会好很多 那就是更进阶一点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做一个storyboard故事版 你不需要画画 你只是需要把你每一个镜头 什么样的角度 或者是怎么样的构图 把它描述出来 然后带着去拍 这样可能拍出来效果 就不论是相机 或者是手机拍出来 效果都会很好一些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调色的问题 到了后期这一步之后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觉得后期调色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一些这种预调色 就比如说我之前的视频有发布了很多预调色 可以让大家去下载的 你可以找来下载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希望你还是就走出去 就是能有机会还是多出去拍 多拍多看 那你就会找到这个感觉 那就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相机 你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在里面 另外的话就是这些关于设备的问题 那就是这些小型的这些配件 三脚架 补光灯 或者是一些可以辅助你拍摄的这种 可以架在手上的这种小型镜头 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去考虑的 那就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了 那我是靖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可以一键三连 那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做一个关注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